就叫姐姐加油 但在隔离病房外 陈伟均手拿着自制的 注音符号拼板 上面还贴心写着 加油 我爱你 等不及看到姐姐跟她说说话 因为姐姐不能写 就是她写字她们满好 有了这张注音符号拼板 陈一新就不用费力写字 一直神功就可以和家人沟通 而妹妹刚从中立考完起末考 立刻飞奔到高雄长庚 要给姐姐打气 看到陈爸爸脸上堆满了笑容 就知道陈一新的病情进步很多 平常忙于豆腐店生意 一家人很少能这样长时间聚在一起 现在发生了意外 反而把一家人都在病房外 而这句你要让我活着带回花莲 牵动了不少台湾人的心 爸爸拜托你 让爸爸活着 你活着我从高雄带你带花莲 换个角度想一想 陈爸爸更清楚知道 这对姐妹是他的心头肉 一家人谁都不能少 一起回花莲 平安度日就是幸福 记者综合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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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